大家好,我是希希 我想上一集我們應該是講過關於復課的防疫和復課疫期 提醒一下大家 還有講過加拿大文化的殺族和禁忌 今天想跟大家再帶出第二個主題 跟大家再聊聊第二件事 等一等 首先跟大家說的第一件事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後面我突然換了一張很漂亮的照片 這個就是 太平山 香港的太平山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 一二三四五個的香港 就是叫做熱門景點 多數是譬如遊客 或者是很多學校 都會去到大平原參觀的一些香港明星的地點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去探討一下這回事 也可以說是介紹一下的 也可以的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太平山 太平山英文是Victoria Peak 又不是Victoria Park Victoria Park是維多里的公園 Victoria Peak是太平山 又是扯旗山 爐火 維多里山 即是維多里山 剛剛是山頂 或者是香港山頂 這些東西 那 這個呢 就是 這個 這個 太平山 裡面 大家都很熟悉的 譬如是 武術的 齒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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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景台 對 那要給點錢 而且 也挺大風行的 不是大風這個不是重點 但是 裡面有這些 還有呢 就是這個 什麼 最出名的 山頂纜車 那 又要給大家 show show 給大家看 第二件事 山頂纜車 一 完成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身後的 這個就是 香港山頂纜車的 一張 當作是想 那 那 那 第二 就是 第二件事 我想和大家去 探討一下 山頂纜車 這件事 譬如是歷史 又或者是 它 如何形成 這些 那些 山頂纜車 叫Pick Tribe 在香港開埠之後 第一種運作機動交通工具 的 亞洲第一 這個索冷鐵路 188年 5月30日 運作至今 在香港島的中華花園 和太平山的 風火峽 那 其實這個山頂纜車 我想大家都很熟 因為 有時候是學校小學 那 到探訪團 那 就 幫你們買了些票 然後 哇 下面斜上 那 那 那 然後 就是 這個山頂纜車 對啦 營運地區 又在香港 這些不同的地方 因為這些大家都知道 那 那 想跟大家 就是分享一些 一些明星古蹟 那 其實1972年之後呢 都有一個綠色車廂 藍車 不過呢 現在已經退役 也都是放在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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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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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現在 就是現在營運的就是這個 紅色的山頂纜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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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我們下來的遊客有很多在那邊 在那邊 然後呢 後面就是有這個 的 火花啦 煙花啦 還有呢 大家看到很多 譬如是這個 就是 這個 Disneyland的城堡 在很多 在Disney的 有些電影裡面都會出現的 那 畫多畫少 你們都應該很熟悉的了 香港直視樂園 香港之時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香港看新的大嶼山 一個大樂園 草海有的公園 還有這個 就是香港的 就是一些最著名的 主題公園 它是由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去 營運啦 還有去包攬所有的東西 位置在香港直視樂園 度隔去香港新的大嶼山 逐個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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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呃 這個呢 就是 香港 即是我今天 這個地視樂園就是 今天 跟大家介紹的 五個不同的歷史 當然啦 歷史地點 還有些什麼天大大佛 寶蓮池 還有很多不同的 不過我只抽了這幾個呢 因為 這幾個其實是 大家 即是對香港國外 香港市民來說 是比較熟悉些 以及 是多人知道一些 那麼 主題樂園這些 日替小孩不認識 對不對 聖誕 或者什麼假期放學 學校假期就會去的 又 欸 媽媽說 帶靜止防曬 帶靜止 什麼水 又什麼鬼 又帶靜止帽 又帶靜止水 又帶靜止 又帶靜止 很多很多不同的東西 去過主題樂園 都好像去旅行公司 真的 對不對 那麼 然後呢 廢話不說了 下一個 的 最 景點 1 2 3 就是這個 維多利亞港 這個呢 維多利亞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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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景的 維多利亞港 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應該都是 夜景 比 日頭 因為夜景多些銀紅燈 多些 大廈 令到香港 真的像一個東方之珠 對不對 那麼 香港東方之珠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大廈 香港的一個 美麗的環境 去製造出來的 對了 那是 位於香港的一個海港 是 香港島 和 環島之間 是香港 一個市中心的地區區塊 那麼大家都 平常聽到 什麼 天星小輪 快艇 就是 海港 還有 海港 這些 船 這些 水上交通 是 在這個 為多利亞港 上面去行駛 還有呢 就是 提到 提到 大家都知道 尖沙咀 就開了 因為 其實這個 很噁心的 已經是一年前 已經開了 這個 Case 我之前也去了 有時候看 不過我沒有發片給大家看 因為 我發現 為什麼 名字好像很厲害 但是 也是 商場 辦公室 還有 一些 建築白色 還有 還有 沙店 建築 建築 風格更好 還有 上面有一陣子 螢幕 還有 然後 建築格 有些特別 這裡突然有條樓梯 這裡突然有本書 本書裡面 按了 電梯 突然很古怪 很搞笑 那 為多利亞港 不多說 因為 大家都應該知道 然後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歷史地點 不是歷史地點 都是主題公園 幫我倒數 1 2 3 香港 Ocean Park 這是 DISNE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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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香港主題公園的 C1 這個就是 G2 就是香港海洋公園 香港主題公園 就是 海洋公園 DISNEL 就是 香港市民大家都最喜歡的 WOW THANK YOU 怎麼做到的 哦 好了 啊 那個老人家叫我專心拍片 多謝你鼓勵啊 多謝你鼓勵啊 那 跟大家說回 這個海洋公園 就是在 呃 黃中坑那邊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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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好像也有一個 什麼運動場 有些學校通常都會去那裡 有什麼運動會啊 有什麼鬼啊 然後附近有些住宅區 那麼 經營者 就是這個董事高主席 孔領城 行政總裁就是 李承忠 那麼 開幕就是 1977年的 1月10日 我已經收錢了 43歲 WOW HAPPY TO YOU 43歲 那麼 前清海洋公園Ocean Park 現在就是 香港海洋公園 有沒有分別 標語就是 什麼 去玩 去瘋 來Ocean Park 什麼 OK 之前 是不是有一個廣告 就是 前幾天 是不是說 什麼 海洋公園命令 我不是想說政治 但是 有一個新聞 就是香港市民留意新聞 也應該的 是不是 他就說 帶回一個代言人 就是創造標語的人出來 是不是 什麼 那個人拍完手錶 去玩 去電 來Ocean Park 好像 是不是 就是 相信很多 的小孩子 各位 BB 大家好 你們應該都很喜歡 那 那 裡面很多 例如 過山車也有 什麼 泡泡車 水上樂園 什麼 夏季夏水禮 對 又有些泡泡 X光 VR 夜景 槍戰 很多這些 有些東西 什麼 啊 對 那個 跳 海洋公園 跳 跳 跳來跳去 飛 什麼 咖啡杯 那些 你們 香港市民問 女兒 你們這些女兒 都認識了 咖啡機 動動車 他們是童年來的 你跟他們說 玩回生 那些童年 他們很開心 那 這個 他們說 海洋公園的前身 是這個 巴黎農場 你看看 巴黎農場 也叫做 新巴黎農場 New Paris New Paris Farm 對 當時殺人禽 表演在香港 海洋公園的 超級節目 是 1995年的海洋劇場 那 那 呃 那 那 呃 呃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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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是 這個 呃 呃 95年的海洋劇場 呃 就是什麼 呃 呃 呃 03年7月 聖志文林藝壽命 海洋劉主席 積極展開全新發展計劃令 幾點加了一倍 呃 想創造了不少成功的話題 呃 話題 聲音活動 例如是10月的 全城哈羅衛 OK 大幅提升入情人數 都是一個 最受歡迎的世界級主題留言 OK啊 挺好啊 哈哈哈哈 什麼 全城哈羅衛 OK 這個名字挺好的 哈哈 哈哈 好了 總結生 今天呢 跟大家介紹過的 一些景點 例如是 海洋公園 呃 跟著 海洋公園 山底纜車 跟著還有 譬如是 為多利亞港 呃 呃 其實我都不是看多少 為多利亞港 呃 呃 跟著 山底纜車 還有 是不是 山 對 山 山 海洋公園 那 每天都負責 如果大家喜歡的 Vancouver 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是 那 拜拜